疫情影響经济 一直有派开免费饭盒的食事负责人说 拼饭盒的人明显多了 食事生意因为受到限聚令措施而减少 都不会停止帮人 高玉庭报导 在深水堡指定区域这间餐厅 门外有五六十位长者无惧疫情 排了长龙 企道密密麻麻 为的是一个免费素菜饭盒 职员帮排队的长者梁体温 接着就开始派饭 我在这里后面撕纸皮 这个疫情对老人家和低下层的人 他们就做好事 我们拿个饭就刚刚救我们一个人 包饺子 准备糕点 包装好就推车出发派饭 负责人说疫情爆发之后 拿饭盒的老宿者多了 由三十几人增加到超过五十人 生意受疫情影响 他仍然没有放弃帮人 因为疫情 就发现很多人失业 他没有钱给房租 就算劏房的租金他都给不起 就每一天的食物他们会欠缺 有老宿者收到饭盒 说觉得感动 我们始终都是老宿者 没有饭吃 难得有饭吃 下星期就过年 餐厅负责人说 仍然会派饭食物给附近的老宿者 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温饱 有线电视记者高玉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